哈喽各位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看广州的天气 好大的太阳啊 下午两点就要开始工作了 就要开始直播了 然后现在差不多八点多起来了 然后老罗爷过来了 我过来了 我很远吗 你从隔壁过来的呀 你吃楼餐了没有 我是隔壁老罗 我哪里吃 没有吃我还没洗脸呢 我先去洗脸 嗯 冬冬的 哇 这个 不错 没干净的 我洗了 我不知道我脸都干了 你就是 我挺秤男的 对 我也浮一片 你那个眼袋应该可以浮一浮 来 我的鱼尾纹给弹走 弹弹弹弹走鱼尾纹眼磨 来拿着表妹 你服好了拿着啊 好嘞 我来服 昨天晚上眼睛睡得重重了 太热了 你昨天晚上 你要么开空调看得冻死人 要么不开空调热死人 你就两个极端 这个好漂亮 冬冬的 闪闪的像吃的都 像果冻一样 这两片的姐妹 嗯 我只要一片了 来老婆 我给你这个大眼袋 敷两片 不是 你不是说她的鱼尾纹吗 对啊 谈的 那是法力纹 这边是鱼尾纹 哥哥 这边是鱼尾纹 睁开眼睛 你别紧张啊 大早上吃狗粮 好严动啊 那边再来一片 我的妈呀 那个眼 那个鱼尾纹一笑 都跟褶子一样 跟白马仙一样 这边是鱼尾纹 这边是法力纹 额头上是额头上是抬头纹 这里是法力纹 这里是鱼尾纹 你是啥人都有啊 成功的男人就应该这样 成功的男人就应该这样 真的 你看你表哥啊 你一笑脸 他所有的人都全有 你夸四十了 什么感觉 有没有 感觉刚贴上冰冰凉凉的 还面膜也给我来一张呗 好的 再给你按个补水啊 看在你这满脸褶子的份上 给你再来一片 抗皱的面膜 提拉紧致的 我也到了 需要提拉紧致的年纪了吗 四十了 就这样 我跟表妹服的是 补水的 你来一片提拉紧致的 哇 这精华好多呀 姐妹妹 我们再说 大家服紧致的面膜 一定是先从上面提到 然后先从下面提到上面去 这样敷完的效果更佳 美容体验式 你这个脸型还挺鬼致的吗 那必须的 敷上去刚刚好 有鼻子有眼睛 肯定啊 来 封面膜的时候 这两边有两个开叉的 尤其是这种提拉紧致的面膜 就是使劲的 向上提拉 然后扶贴上去 怎么样 姥姥 然后把这些气泡涂均匀 姥姥的脸上 因为它是男的嘛 胡子把插的 所以说很多气泡是抹不均匀的 哇 你看这精华 我的天 你这额 鲁蛋上就别涂了 不是 她自认为她是长脸 她就不长头发了 快点 你先说 你说啊 今天早上 少费苦心 花了一个多小时 把两个人打扮得美美的 跟大家说一件事 你说呀 你说 你说你跟大人这种莫叫 上一次就是我先开口的 怎么说吧 就是说这段时间也是想了很久 纠结啊犹豫啊 然后思考啊 过去现在包括教南 然后想了太多太多的事情 也算是我和小北两个人 一起做出的决定吧 就是说没有什么惊喜 也没有什么浪漫 也不煽情 就这样 就是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那个啥 我们就让他先打后座 应该算 对 先就这样在一起了啊 然后就就就就就就是说 就是 就是要不还是你你来讲吧 就就如同大家想要的那种结果啊 就说我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 但是至少现在是这样子是是大家想看到的那个样子 然后不管前面有多大的困难吧 先就慢慢就是说 我敢怎么样两个人就一起面对吧 因为昨天晚上跟他表哥吃饭的时候也讲了很多 也跟我讲不要管太多那些七七八八的东西 又七七七八八 好 让你再说好不好 嗯 开始 就哎 怎么说呢 其实我真的 等这一天 等了很久了 我真的不想 也并不是说想要等老罗给我一个答复啊什么样 我是因为我感觉我一个人面对这个事情我压力太大了 就是我不知道因为一边是左一边是右 我不知道该向左边迈多一点 很像右边迈多一点 所以我就想到老罗这个右边向我靠近一点 站在中间我们一起走向左边 就是走向我妈妈一起去面对他 一起去就是说赢得他的接纳 这样的话我今天我真的这个是老罗从老罗嘴里面说出来 我感觉我心里面的一颗石头就像放下的一样子 不管以后怎么样 说不定以后我们俩对吧 以情侣的身份相处久了 说不定发现两个人不合适 容易分了 这都是有可能的 对不对 但是就现在 对 就过去这几年吧 和现在吧 我是觉得就是 可以可以再说了也不是说 虽然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啊 我也但是我也没有说 就是说肯定会必须要结婚到结婚那一步的 就是说两个人先尝试着嘛 对 说不定我后面遇到更好的呢 对不对 那也没有办法呢 对所以说今天这样我就觉得至少对于现在的我们两个来说 现在是好 都是很好的 你看等一下好不好 你看等一下好不好 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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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程度来说我确实是配不上你 但是感情它就是这样子嘛 没有没有谁配不上谁是吧 它缘分就是这么的奇妙 曾经我也没有想过会 就是说会真正的所谓的日久生情 因为像我这个年纪呢 我也不会去说就是说太是一个太情绪化的动物 然后可能有时候会还会有年轻的时候 那种冲动到时候一下子就会被压回去 被理智压回去 但是也确实有36岁了 然后七七八八的也考虑了很多 是吧 到了该考虑年纪了 然后我说了就是说在外面做过这个事吧 你两个人在一起 也 是吧 就这样了 就是说跟跟大家想要的结果是一样的 因为上次来广州的时候 我也是想要很多 因为我们 这一次又来广州了 然后昨天跟表哥爱奇和跟他表嫂 在一起聊了很多聊到了深夜 对 然后据决定 虽然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肯定会更好 那 是吧 希望更好 对你今天直播先把手机给关了 就是说等我们把工作做完 然后再去讲这件事情 昨天晚上我表哥跟老罗讲了很多 因为他一开始跟我表嫂在一起的时候 因为我表嫂是海南的嘛 我表哥甘肃的 就是我表嫂家里面的人 就是坚决反对的那种 但是两个人还是最后就是 心向一个方向 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 现在日子呢也过得很好 所以 我身边其实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有好的有不好的 有就是 有因为父母反对 然后被迫分手 然后去相亲结婚 过得很辛苦的 也有就是强行 呃 强行在一起的也过得可以的 也有过得很不好的 可是这个事情还是得看自己吧 设在人为 看自己吧 这个就没有没有没有什么惊喜 没有浪漫 这确实是真没有 我的天 也没有心话 也没有 不过呢 我也不在意那些 对也没有很煽情啊 你以为不在意吗 说不在意吧 还是有点小失落 到时候 你至少在美团上滴入花呀 呃 有有有时间在补上吧 好吧 应该说有机会再补上吧 好 嗯 那就是这样了 嗯 选择一个这样的 呃 特殊的日子啊 希望有朝一日 你能把我这个给我换成带钻的 就好啊 哈哈哈哈 我努力 我尽力啊 好 带一颗就好了啊 带一颗钻就好了 嗯 行 那我们去吃饭 嗯 好 就这样再起了朋友们 一定要幸福 谢谢表妹 太简单了 太草率了啊 对 你想好了没 想好了 再跟你一遍 你想好了没 想好了 我不是说了吗 对吧 万一 哎 没有那么个万一 就想就往好的方面想 对 至于最终是怎么样 都往那个方向努力吧 因为你要说结果的话 将来会议是怎么样都预测不了 只能把当下的事做好 然后就这样吧 对 我真正的就是讲太多善情的 你也讲不出来 我也讲不出来 真的我们俩人的心 我尴尬的 就是这样子 是因为他太熟了吗 是的 我反而觉得现在坐在一起 好尴尬 好吧 还是要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有很多很多很多兄弟姐妹啊 还有很多输刷椅啊 当然也有很多就是 缺你不要选老罗的啊 对 就是说支持我的 我要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一定会 一定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啊 但是不支持我的 我也会就是说 用我的行动去证明给大家看 我还是可以的啊 虽然说车没车房没房的 但是 我们一起努力 对 就是人生两大刚需嘛 你说有些东西你生下来没有很平凡的一个人 你真的得很努力很努力才能拥有人 甚至两大刚需 所以说三十岁没有车没有房 我觉得是一件正常的事 因为老罗他也是农民的儿子 对 对 因为我从小 确实家里好像挺苦的 然后能到今天 至少我自己觉得我已经努力了 对 我们一起努力 未来的日子 车估计就是说马上就会买好 这是给小伙妈妈说的啊 车应该是马上就会买好 然后房子的话 因为 再给老罗一点时间 对 还是个特别大的物件嘛 对 然后要全 要要要 你就包括买哪里啊 买多大的面积啊 那个楼盘好不好啊 我也再看看 然后也会去选 但是可能时间要长一点 那就加油吧 加油 加油 那我也要感谢我们粉丝朋友们 如果没有大家的督促啊 尤其是那些姐妹们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没有你们的督促 我真的不会 我应该到现在都不会主动迈出那一步 老罗的话也不可能 我们的话可能也就这样 哎 是很多很多 是你们给了我勇气 真的 呃 还有就是说 那个小贝跟我说就是 有 有时候他妈他看到那些评论嘛 对 他也自己会去想 嗯 但是想 想 想归想 估计还是很难的 嗯 没关系啊 这个 把新 新 搞得没有退路 这叫什么 破虎成舟 对 船到 桥头 船到桥头自然直 哈哈 破虎成舟 百 百 百二情观 中楚楚 嗯 嗯 我不知道 哈哈 那就不用卧心肠胆了 就是说 还是 两个人 一起努力把日子越不越好 同该 嗯 共苦 那不要你跟我共苦 要是我有一天苦了 我会 我自己 我自己就走了 你去找更好的 哈哈 哈哈 那我们吃饭吧 表妹啊 嗯 吃完我们就要过去了 因为两点就要开始直播了 嗯 好 拜拜 我们两点完美 不见不散 弹弹弹弹奏 余伟 走 吃饭 想吃什么 嗯 我请客 你请客 老罗请客 我请 走